都是一個可以狙擊的門檻 哇 這邊的話 排局越來越緊張 因為柏林現在是有機會一摸翻盤 但我必須說 續安也有機會 續安也有機會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的浩克 自己在私底下玩的話 紀錄是連時 天天竟然說他要看到血流成河 這個到底是 現在的小女生 真是 迷因的流行域 這邊續安的上裝看 可不可以挑戰一下 讓自己也連裝一下 太兇殘了 哇 這邊的柏林又是有兩個字的對 北風發財的對 續安打得有點無奈 這個最後一個莊家還拿到 這麼多的大致故障 這種牌其實你在動不動拿起來 你根本不會有感覺 但是在北風西的第二將 我覺得越沉重的感覺 在墜落後的時候 你會非常的無奈 東風東拿起來 你根本一點感覺都不會有 剛開始而已 但是從頭到尾都這樣的話 就心情上比較 現在6800分 然後這個 這裡就是玩家你就撇出感覺 你就算 其實我們說不會放棄對不對 你就算今天放棄也沒關係 放棄也沒關係 當做練劍 練拳 都可以 我們說不要放棄 OK 那是原則 有時候放棄也沒關係 順順的打也可以 也不是說 再哪裡跌倒 不一定要站起來 可以在那邊睡一覺再起來 你可以明天再爬起來 明天再起來也不必 你睡一下 跌倒就睡一下 順便 不是每一個特殊操作 每一個 每一場都能夠拿到第一 但是我必須說今天柏林 他的一些操作 他是堅持到底的 即便這一把好像沒有成功 我下一把再一次 對 他的平行轉 平行轉牌 或是他聽牌不聽 對 或是他雙頭不要 要對對 我就是要這樣子 對 我就 我就要 他就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來到了 兩 進聽 468條的3點鐘 還有357平的3點鐘 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會進7條 好 來到了一進聽 韋傑這邊也是一進聽 旭安也有機會 碰個西風就可以聽47條了 3加一進聽 但這邊的智倫先聽了 也聽了 這邊的柏林坊是最好的一個情況 25條的聽牌 而且張數頗多 哇這下刺激了 非常刺激的時刻來了 有6張25條的 5張火牌 觀眾朋友們趕快幫他們 自己喜歡的選手們 加油打氣 集氣 我們智倫的 請轉啊 柏林關鍵時刻 自摸了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 北風西的自摸這個 這個 這個 智倫兄 摸7把的智倫兄 請合理看 北風北 氣 發動 發動